大家好,我是向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手上拿了两台刚刚海淘回来的Google TV 那这两款Google TV的话是刚刚购买回来的 然后我也是刚开完箱 那今天呢,咱们这支影片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如何去海淘 或者说是通过我购买Google TV来给大家分享 海淘的一个方法,给大家梳理一下海淘的一个流程 那相信你在看完本期影片以后,也可以自己去海淘 OK,那在开始海淘之前呢,首先第一点 我们需要准备好你的支付工具 那支付工具的话就是你的双币信用卡了 比如说像Visa,万事达 或者说你可以使用PayPal去进行支付 我个人是一直在使用PayPal的 非常的好用,它的一个可用的面也非常的广 强烈推荐 如果说你还没有PayPal或者说不会去注册美区的PayPal的话 我会把之前我分享的一个PayPal的注册方法的这个视频的链接 贴在咱们这一期影片的下方 你要需要的话可以点进去去参考一下 那第二点 准备好支付工具以后 我们需要准备好转运公司 那目前的话我们主流使用的这些转运公司 像什么转运中国 转运四方等等 还有很多转运公司 你可以在百度或者说谷歌上面去搜索 有很多转运公司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那我个人是用的转运中国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用转运中国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第三点就是咱们愉快的去海淘了 那当你以上两点都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这些购物网站来进行海淘了 像亚马逊啊 Best Buy 包括eBay啊 等等这些知名的主流的这些网站 你都可以进行去购物 好了 那具体的和详细的 我们现在就去电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那当你准备好了你的支付工具 或者说你的支付方式 那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注册这个转运公司了 转运公司的话 因为我个人只用过转运中国 我就以我用过的转运中国为例 来给大家介绍分享一下 那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转运中国的官方网站的地址 你可以在百度或者说谷歌里面去搜索 转运中国四个字 也可以点进来直达这个网站 那进来以后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注册的按钮 我们点击注册 那点击注册以后 然后到了填写注册信息 大家看一下 它标红的都是必填 邮箱 你的登录密码 确认密码 还有姓名 那特别强调的就是 你的姓名必须填写你的真实的姓名 然后呢 就是你的英文名 英文名的话 你可以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 随便取一个 你看它后面都有给你的一个提示 让你按照这个提示去填写 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下来的话 就是填写你的手机号 手机号的话 你就填写你大陆地区的这个手机号就可以 然后邀请码这里 这个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转运中国的注册 必须是填写邀请码的 那大家看一下它后面 有这个邀请码的获取的一个提示 那在这里我推荐大家有两种的一个获取方法 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获取方法非常的简单快捷 就是你可以去淘宝上面花几块钱 去购买一个转运中国的邀请码 非常的简单快捷 具体多少钱 你上淘宝上搜一下 你就知道了 那如果说你不想花钱去买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在什么值得买 也就是这个什么值得买这个网站上面去获取 那如何获取呢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我建议大家去下载一个什么值得买的这个APP 那如果说你之前有用过的话 相信你是应该是有它那个碎银子的 也就是什么值得买里面的一种虚拟币 如果说你还没有的话 你可以注册一个 那在什么值得买里面 它是需要20个碎银子去兑换一个邀请码的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这个20个碎银子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你登录了以后 还是点这个值有福利 然后呢 点进来以后 这里有一个礼品兑换 那我们拉下来 下一页第二页 OK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转用中国的注册码 我们点击立即兑换 好了那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兑换条件是20个碎银子 如果说你已经满足了20个碎银子 你直接可以免费兑换 兑换好了以后 它就会把这个转用中国的这个邀请码发到你的这个什么值得买的账户里面 如果说你还没有用过什么值得买这个网站 我个人建议你下载一个APP 因为APP比较方便 它里面可以签到可以做任务可以领礼包 应该也很快就可以集齐这20个碎银子 然后呢 你就可以兑换 那如果说你还是找不到兑换的话 你可以记住这个兑换链接 也就是这个地址 通过这个地址来到这个页面来进行兑换 你在手机上面或者说电脑上面操作都是可以的 好的那关于如何去获取这个碎银子 去兑换这个转用中国的注册码 我就不再赘述了 相信你会使用APP 你就能够自己领到这些免费的这个碎银子 好了那我们继续下面的一个分享 OK那当你获取好邀请码以后 你给它粘贴到这里 点击这个同意提交 然后你就可以成功的注册这个转运中国的这个账户了 然后我们去登录它 同样我们在这里进行登录 好那我们注册成功以后进到转运中国的页面 大家看一下它上面的这几个菜单 我集中的每个给大家来解释和说明一下 首先的话大家来看一下我的地址 那大家看一下转运中国呢 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地址 首先是美国的地址 还有像日本中国香港 还有加拿大的地址 那你就根据你要海淘的这个地区 或者说国家来选择地址 比如说你要选择美国的海淘 那下面的话就是你美国的地址了 然后你要选择日本海淘 你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你日本的地址 那后面的也是一样的 那除了这些地址以外 我们可以拉下来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国内的收获地址 这里的话有你的姓名省份 还有等等这些详细的地址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按钮 你点击按钮以后就添加你国内的收获地址 都是你真实的地址就可以 那现在的话 我点进去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OK那当你点击这个添加国内收获地址以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 首先呢就是填写你的一个真实姓名 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码 而且呢你需要上传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 这个上传的这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的 这个是用于 当你的从海外海头的这个货品 到达中国以后进行清关用的 所以呢必须是要上传的 还有就是你的收获的省市辖区啊 包括你的门牌号 反正这些就是相当于你国内的这个收获地址 就是你详细的国内的一个收获地址就可以了 就是这些 然后当你填写完这些以后 你点击这个确认提交 然后你的这个地址就被保存下来了 好那这个关于添加国内地址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具体的话 它特别的都会有提醒 然后呢就是到价格这一块 这个是要给大家说的 这个价格的话 你不用注册的话 你用这个链接也是可以进来的啊 你如果说还没有注册好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手中 大家看一下默认线路 也就是转用中国的默认线路 它的一个手中500克是49人民币 那么500克以上 每100克收取6.9人民币的一个费用 这个是它VIP用户的一个费用 然后这是它后面的一些说明 这个的话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当然它这里有一个价格计算器啊 你可以点击一下来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参考 根据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自己来进行参考 好了 那给大家介绍了地址 还有这个价格以后 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给它充值 那充值在哪里充呢 在我的账号里面充 好 那当我们点击这个账户充值以后 我们到了这个充值的页面 大家看一下 它是用支付宝来进行充值的 那在这里呢 我一般建议初次你去使用 或者说你买一些小东西 想去尝试的时候 我建议你一般也就充100块钱到200块钱吧 反正就每次你海淘之前的时候 你就充一点钱 根据你的这个货物的一个重量 或者说你的估算价格 你大概充一个 然后呢 点击完了以后你就确认充值 它会有一个支付宝的扫码让你充值 OK那充值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来也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的货物 那在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它也是可以充值的 你点击也会进入到这个页面 不管哪个页面都是可以充值 然后呢 重点就是我要入库 还有入库完了出库 这个呢 等一会儿我来再给大家来介绍 那下来呢 我就用我自己在美国沃尔玛上面购买这个Google TV的这么一个流程来给大家介绍和梳理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登录沃尔玛的这个网站 OK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沃尔玛的这个官方网站 那我的Google TV是在沃尔玛上面购买的 其实呢 除了沃尔玛你还可以在Best Buy等等一些电子消费平台去购买 那这个是Best Buy的这个网站 OK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买Google TV 来搜索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 那其实不管你在沃尔玛或者说在这个Best Buy平台上买都是可以的 那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在谷歌的官网去购买这个Google TV 其实呢 我很早之前就买过 可能是因为啊 我个人猜测可能是因为谷歌识别到了我的转运公司的地址 所以呢 他把我的订单给砍掉了 也就是取消了我的订单 那据我在网上了解呢 也有很多朋友有类似的经历 当然没关系啊 其实啊 除了谷歌官网在美国也有很多平台都可以买到这些 呃 电子设备 那今天呢 我就继续用这个沃尔玛的这个平台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啊 我们如何去海淘这么一个流程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只要你学会了以后啊 你在任何网站上海淘基本上是这么差不多的一个流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在沃尔玛的网站上面 首先呢 如果说你觉得英文看的不舒服 你可以用这个谷歌翻译把它翻译成啊 中文的界面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用这个谷歌的翻译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界面 那首先的话 你得注册一个沃尔玛的账户啊 任何网站你都得注册 点击账户 然后的话 他这里有一个create 就是创建账户这么一个按钮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注册账户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嗯 我们现在直接我来登录我的账户 然后的话给大家来进行下一个流程的一个梳理 好 那我们登录进来以后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要去买Google TV 那我就在这里搜索 你搜索Google TV 然后呢 他就会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Google TV 然后搜索出来以后我们点击 你随时都可以把这个界面翻译成中文啊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每一台Google TV的价格是49.98的美金 然后呢有颜色 但目前的话沃尔玛它只有白色 那下来这里就是选择数量了 一般的话每个订单最多只能选择两台 那我自己平时也是一次性买两台的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购买两台 下面的话你不用管 他都选择的是这个None 默认的你不用管 你不用管他 比如说你看不懂你可以翻译成中文 那现在我买了两台以后我就点击这个按钮 就相当于把它加入到购物车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就可以点击这个checkout 继续去付款了 我们可以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现在有买了两台这个 然后点击checkout OK那下来的话继续点击continue 我们点击 好那这个地址的话 之前是我有已经添加过地址了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使用的话 你的地址是没有添加的 他这里有一个添加新地址这么一个按钮 你点击 首先呢就是他的first name last name 包括像街道地址等等 电话号码这些 基本上都是一一对应 这个转运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地址的 那值得要说的就是除了这个对应以外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址 他提供的是两行 看下没 上面这个街道地址 下面这个地址 那我们把这两行 待会给他到时候复制 这边的第一行就给他复制到这里 然后第二行就给他复制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个街道地址这里 那有的购物网站 他可能是让你直接填写两行地址 那你就填写两行就可以 那具体的话 你根据这个网站的地址填写需求 来进行填写就可以 那其他的像什么电话号码呀 城市啊 州啊这些 你就根据转运公司提供的这个地址就可以 那填写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C5来保存你的地址 以后你就可以默认这个地址就可以不用动它了 OK那现在这个地址就是我已经填写好的地址 然后呢我们选择好 当然如果说你填写好了以后 那以后你就不用再填写了 因为这个地址 他就一直保存在你的账户里面了 然后我们继续点击Continue OK那到了第三步 大家看这里就是让你选择你的一个支付方法 同样你不会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界面 这个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首先呢就是信用卡的支付 那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需要准备的像Visa呀 包括万事达这些国际双币卡 或者说你有这里面其中其他任何的一个双币卡 都是可以去支付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信用卡 你也可以用你的PayPal 因为我个人是用PayPal去支付的 我觉得比较方便 那如果说你用PayPal的话 你点击这个更多这里 然后呢这里可以选择用PayPal去结账 那结账完了以后 沃尔玛就会给你生成一个订单 我到这里呢 就把我自己之前下的订单 给大家来看一下 做一个演示 OK那当你支付成功以后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就会有一个你下好的订单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订单号 这个订单的话 就是我之前下的一个订单 那这个订单号 就是我们买的这个Google TV了 那我们下完订单以后 沃尔玛他可能不会立马发货 也有可能呢很快就会发货 这个呢时效的话也不一定啊 有时候可能很快 有时候可能很慢 如果说他发货以后 我们会收到一封邮件 那这个邮件呢 里面包含我们的一个物流信息 我打开我的邮箱给大家看一下 OK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发货信息啊 我下好了订单以后 然后呢后来沃尔玛他给我发了一封发货的邮件 然后呢这里就是这个物流的单号 也就是这个快递单号 那每一个网站或者说不同的网站 他可能方式不一样 有的网站可能是像沃尔玛这样是发邮件的 其他网站呢也可能在他本身网站上也有显示 这个呢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我只是用这个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那当我们有了这个发货的这个快递单号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这个转运公司去入库了 首先呢我们去复制这个快递单号 给他复制 好复制好这个快递单号以后 我们来点击转运公司 到这里呢点击我要入库 这个我要入库就是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买到的货物 给他快递到这个转运公司的仓库里面 选择美国 这个根据你在哪里买不同的地区来选就可以 然后快递公司的话 他这里显示的是这个 on track 这个快递公司 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快递公司 根据这个卖家给的快递公司的单号来选择 然后呢这里就是快递的编号 也就是这个快递单号 我们给他copy上去 那这里货物描述的话 我们就按时去描述 比如说我买的就是电视盒子 如实填写就可以 中文名称 这里也是继续填写电视盒子 然后类别的话 我个人写的是 我写的是这个家用电器 然后这里写的是小家电 我是这么写的啊 你可以参考我的去写 一定要如实填写 那英文品牌的话就写Google 型号的话 大家根据这个Google TV的型号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型号 OK 那这个就是他的型号 我们把这个给他复制一下就可以 给他复制到这里 好这个就是他的型号 那单价的话一定得如实填写 他的一个单价是49.98美金 单价就填写到这里 数量的话 我刚才选择的是2 那这里就写2 你如实填写 你有几个 就填写几个就可以 那填写好了以后 我们在这里 就选择下一步增值服务 或者说你选择货到激发 那选择下一步增值服务的话 一般比如说你的货物比较贵重 你需要这个仓库 这边收到以后 比如说像帮你拍照 或者说帮你检查一下 那一般像我们买 我们买的这种小东西 我个人一般都是点击货到激发的 所以呢 你不需要去这个 一定要选择增值服务 具体的话 你根据你个人的一个需求 然后来进行这个填写就可以 OK 那如果说我们选择了货到激发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等转运公司 他收到了我们在沃尔玛上面下单的 这个电视盒子以后 他到时候货到激发 然后他会扣款 就是我们之前充值 这个扣款也就是扣的这个 从美国仓库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快递费 然后他完成缴费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货物就会飞往中国 那可能在这个期间我们需要等 一般是7到14天 也就是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我上次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到了 那到达中国以后 他就开始进行清关 那实际上清关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流程 如果说我举个例子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如果说你的货物是上午到达了国内 就是你所在的城市的清关的话 那你可能下午就会收到这个产品 那如果说你是下午收到的这个清关的信息的话 可能你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你就会收到你的货品 实际上在国内的话 清关是非常快的 那目前转运中国 我使用的这个服务的话 他每次到了国内以后 清关以后 他都是会给我发这个顺风快递 然后非常的快 那比如说像苹果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 这个最新版本的Apple TV 4K 这么一个电视盒子 你也可以通过转运的方法 把它给海淘回来 你可以去苹果的官方网站 但是目前呢 它好像是一个预定的状态 你预定了以后 它可能隔一段时间会给你发货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些便宜的 比如说几百块钱的东西 像我买的这个Google TV 它也就几百块钱 这个买回来以后 它清关完了以后 会直接发给你 不会收任何的税 因为呢 比较便宜 它是基本上说 可以说是免税的吧 我就支付了一个 转运中国的这么一个快递费 我买了两台的一个Google TV 它的一个快递费 大概是六十多块钱 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 当然你如果买的东西比较贵的话 那被税的一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这样你除了要掏这个快递费 还有需要交纳一定的一个税额 这样你可以财 这样你才能把东西收到 好了 那关于海淘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分享 请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也会持续给大家分享 好玩的 有价值的东西 好了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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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